3.香港商報 印中產階級增長緩慢遠不及華 2015年7月13日國際時事A12皮酋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顯示 雖然印度跟中國一樣,十年來貧困率明顯下降 但中產階級人數增長緩慢,遠遠不及中國 報告顯示,2011年印度的貧困率從10年前的35%降至20% 10年內有1.33億印度人擺脫了貧困 這個數字在世界所有國家中僅次於中國 2011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中國人僅佔人口的12% 10年前這個數字高達41% 然而在印度,人們擺脫貧困以後並未走得太遠 貧困率的下降使印度低收入人口日收入在2至10美元之間的人增加了2.73億 從2001年的63%增至2011年的77% 另一方面,印度中產階級這十年內變化很少 從2001年佔人口的1%增加到2011年的3% 研究報告稱這樣的增長不管根據什麼標準內衡量都太少 從絕對數字來說 印度中產階級人數只增加了1,700萬 譬如研究中心說 從這些趨勢來說 中等收入的門檻更像是一個障礙 只有小部分印度人跨過了這一界線 顯然,在本世紀,印度在發展中產階級方面落後於中國 經濟改革時機與深度成主因美國《華爾街日報》就此評論稱 發展龐大的中產階級是新興經濟體面臨的主要經濟和社會挑戰之一 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相對優勢一直是以很低的成本向發達市場提供產品 因為它們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 龐大的中產階級可以給國家經濟帶來有益的變化 包括能夠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份額 消費被認為是GDP中最穩定的組成部分 在成功地視中國成為製造業中心以後 中國領導層最近已經強調增加消費的重要性 以降低出口型經濟的風險 報告把兩國的差異歸因於經濟改革的時機 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 印度1991年才實行改革 導致兩國在同一時期不同歸 的其他因素可能云包括改革的深度以及投資的差異 然而,這並不意味同 L到要趕上中國指示時間問題 研究報告說 印度最終能否像中國一樣 跨過每天10美元的中等收入門檻的人在人口中所佔比例增加 仍然有待觀察 解決表示 有一個失望確認 的 SYSTEM 受傷 2049 H scanner 大家想請問